北京时间7月13日 中国女排最新训练照片流出 朱婷等所有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主力队员 都出现在照片中 蔡斌带领中国女排队员 在做最后的冲刺训练 从发布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出 朱婷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相信中国女排一定会在巴黎奥运会上 打出好成绩 蔡斌也对即将开始的奥运会比赛做出展望 中国女排已经在福建漳州训练一段时间 从现场发布出来的照片 可以看到队长袁新月 副公网圆圆 高毅 接应正义心 二船 徐晓婷 凋零雨 丁霞等都在一起训练 其中给到朱婷的特写最多 朱婷获别中国女排两年多时间 在2024年6月份的试联赛 香港战才正式回归 朱婷回到中国女排之后 立刻就成为球队的核心 同时兼具精神领袖的作用 所有的队友和朱婷一起比赛的时候 也感觉到了无穷的动力 中国女排在2024世界女排联赛 巴西里约战 中国澳门战 中国香港战获得了九胜三负的成绩 不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也晋级到了泰国总决赛 虽然张长宁带领的中国女排二队 没能在八进四的比赛中突围 不过也基本上完成了比赛任务 蔡冰还是想把主要精力 放在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主题上 中国女排7月9日正式公布了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13日名单 具体为主公 朱婷 张长宁 李盈盈 吴梦杰 副公 袁新月 高毅 王元燕 二传 刁林宇 丁霞 接应 龚翔宇 正义心 自由人 王梦杰 替补 庄宇山 虽然这份名单中部分球员的入选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不过既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希望中国女排这13名球员 能够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 去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去拼搏 主帅蔡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巴黎奥运会女排比赛的赛制 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女排自身 首先要立足于打好三场小组赛 发挥出自身水平 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中国队要高度重视小组赛的对手 美国队 法国队和塞尔维亚队 从目前情况看 奥运参赛各队中 意大利队的整体实力较强 攻防较为均衡 今年他们夺得世界女排联赛冠军绝非偶然 此外 美国 塞尔维亚 土耳其 波兰 巴西 中国等队 也都有比较强的实力 谁能走得更远 取决于比赛时的状态和发挥 届时中国女排一定会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去比赛 朱婷 张长宁等老将的回归 无意为中国女排争取好成绩提供了帮助 朱婷和张长宁的技术实力强 比赛经验丰富 加上正在当打之年的李盈盈 袁新月等众多女排主力坐镇 相信中国女排一定会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打出风采